請我們邱署長 請邱署長回答 謝謝 很榮幸來請教邱署長一些問題 因為 當然現在在瘦肉精是否 肉品進口的問題 有一個關鍵的討論就在於說 是要零檢出還是強制標示 那麼其實強制標示也沒有代表 不能通過零檢出嘛 就目前有的法案 應該是 對 目前我們的強制標示是不得檢出的強制標示 對 也不是說代表 就是說 那個 我們就開放了 就是含有瘦肉精的 美國的牛肉或豬肉進口嘛 因為這個就某種程度啦 如果只通過強制標示 而沒有明定零檢出入法的話 就變成行政授權了嘛 是不是 好 那我要問一個問題說 如果行政院啊 剛剛你提到 近期內這個會期會提出版本嘛 會 如果沒有提出 或提出之後沒有通過 那是否 代表 會在會期後 行政部門 來進行宣布 開放 沒有 我們都遵照立法院的決議 好 也就是什麼都沒過 也是不能開放 我想立法院的決議 好 我們會順重 就是說本會期如果沒有過 就不能夠啊 就是用行政的方式 來這個 來這個 啊 決定 好 那 我為什麼會問這個問題啊 因為涉及到 這個強制標示啊 純粹從交易成 這個 成本啊 或是執行成本 是相當相當高的 因為現在行政院的版本還沒有送出啦 我本身也研究 行政法 行政學方面 就這個transaction cost 跟enforcement cost 變成要轉化成我們台灣來承擔 很顯然啊 我們如果強制標示 我們有可能去要求 輸入國 比如說美國 在他 輸入 就是源頭啦 就標示有含有售漏金嗎 我們可不可能要求美國這樣 這個恐怕是 這個應該是很簡單的問題啊 這個因為是 在不違反TPT的原則之下 就是 我們要要求美國 標示不只產地喔 還包括有沒有含瘦肉精啊 這個 或來自有瘦肉精的 這個 牧場 因為目前在 全球 全球幾乎找不到有國家是標瘦肉精的含量 沒有 我們現在國家才在用強制標 因為全世界沒有跟我們一樣的吧 因為 這個不可行啦 我問你是說 包括齁 食材的樣貌非常多 我還沒有問到後面 當然 我們現在的相關法令已經有規定嘛 原產地很多都要要標示 但是都沒有標示嘛 我們一年所進口的 將近一百四十八億美元 相關的這些食品 絕大多數 事實上也沒有標示 包裝食品大部分都有 很多都沒有 來自東南亞一些國家 很多都沒有 而且是假的 我們有查過大概包裝可以到達九十幾 你認為那個都真實的嗎 當然這個要看商人 你們有沒有查過標示的這個正確率有多高 有沒有去做過這樣的一個統計 我們只要是查它的標 有沒有標示 正確的標示 有沒有查標示嘛 不是說那個標示 百分之百正確嗎 因為我們常常買到 不然最近也不會很奇怪的 一大堆吼 含有瘦肉精的這一個 肉品是來自於紐澳 或大家在質疑是不是組合的肉嘛 所以我要質疑就是說 去檢查標示不是我們就沒有責任 問題我們沒辦法控制源頭 就很難來控制啊 因為那個成本是由我們變成我們要來承擔嘛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 因為那個所造成的一個經濟跟社會的損失啊 是數以百億計的 現在就是美國藉由開放把它應該做的 不管是分類或標示 轉移到我們喔 因為你們的版本還沒提出來啦 你們還沒提到 我會很詳細的告訴你 你標示到不同程度有不同的成本 這個浪費國家我們國人的經濟跟社會 至少一百億美金來算你們知不知道 你們有沒有算過這方面的成本 我們知道這個成本非常的高 高到郭刀你知道嗎 一件事情 我舉個例子 假設這個豬農啊 是不是有用瘦肉精啊 飼料添加物的問題 我們為了要去執行 要養多少人士 要多少檢驗 要多少往返 所浪費的時間 社會跟經濟成本 是非常非常高的 我們要算成本跟美國人要去談判啊 重點要提出這個東西 沒有辦法internalize 內化這個成本由國人來負擔 這個是到目前為止 幾乎都沒在討論的 我們在談判的第一線的人 完全棄手 由我們國人來承擔風險之外 所有的檢驗成本 還不夠包括犯罪的成本 一個人如果犯罪之後 你現在豬牛分離 所謂的內臟排除 一大堆要強制標示 未來我們的政府 不是在保護我們的健康耶 我們的政府是在抓 違反規定的養豬戶耶 跟人家差不多 我們全國就為這個 豬牛的問題啊 人養馬翻 所以強制標示絕對不可行 不可行因為 原頭美國也不願配合我們 我們的衛生署農委會 我也查過啊 過去這幾年來 在美國有去檢查過嗎 到了農場晃了一圈又回來啊 我們都是用駐美代表處的人力嘛 沒有辦法真正詳細的去做 原頭的了解跟標示 我們的這個所謂的邊境 也一樣是抽查嘛 有辦法提高到多少抽查 那個抽查的成本多重 進到市場之後的檢查 更是困難重重 抽查的百分之百的比例也很高了 我想到到 呃 源頭方面齁 大概也都在百分之五十左右 把那個比較大的廠商都有去 你要不要我請你們算出 這個成本 包括時間成本 包括具體的 我們社會所投入的 行政跟社會成本 告訴美國人 告訴我們的國人 這個是浪費我們多少的 時間跟金錢啊 這有沒有辦法去把它估出來 我想委員提的這個建議非常好 那麼 但是這個成本 可能我們沒有辦法去 衛生署 沒辦法做這個事 不過我們會 衛生署 我們會朝這個方向來 好 同時呢 呃 這個我們事實上 有些我們已經在做 好 因為為什麼 因為大家都知道 食材的樣貌跟種類非常多 一旦你不做源頭 不做邊境 你到了市場要去管 是幾乎不可能管 最近我們的政府 真的是很過分 對我們的豬籠二度傷害 CAS啊 在推啊 CAS沒有辦法保證 沒有去查源頭嘛 CAS只是就食品 那些食品的源頭來自哪裡 沒有去處理 我們的CAS食品 空有其名 因為我們沒有做產銷履歷嘛 現在大家時間到了 又說要回去做產銷履歷 馬政府編了多少預算 三減耶 我們整個福島不容易 像我的故鄉 在雲林賣了快樂豬 現在很不快樂 因為 他非常健康的長大 但現在齁 在市場 也不一定好 他也懷疑說 你這是什麼豬籠 所以我意思說 我們不能夠啊 傷害那些齁 循規盜舉 的這些 養豬戶 這個CAS齁 應該有他的管理機制 我想是不是 農委會這篇可不可以 比較清楚一點 好 我了解齁 因為這裡面涉及到一些標示的問題 當然 這個部分的整個成本是相當的高齁 我希望這個能夠讓國人知道 也讓美國人知道 不然他也讓我們好看的 對不對 如果要做什麼貿易談判 我們現在是門幕洞開啊 美國人拿到他的貿易戰所需要 他要談的那塊啦 那我們的社會要一輩子承受這個成本 而且到時進步變得抓癡 政府真的不是是變成區 就是說 我們說違冤區域啊 讓我們的老百姓處於一種恐慌的情況 那 這個部分我希望說衛生署 能夠真正跟農委會能夠協調 在這個部分 因為 我們的這個最基層 因為這個報導 我們的養豬戶損失非常大 那大家也知道這個 最近的這一個檢查是針對 有些是過去的 有前科的 農委會提出來的資料 最近 從1月1號到現在的檢查 所有的台灣的生產的豬肢的檢查 沒有含有瘦肉精啊 零耶 美國在去年到今年2月底啊 所檢查的49件 有6件是含有瘦肉精耶 12% 請你們務必正確的宣導 是因為美國牛美國豬 無盡來造成對我們很大的損失 我們的豬農已經受到傷害 你們又繼續 最近 一大堆立委 做這種二度傷害 企圖轉移焦點 這個非常不道德 非常不正當 所以這一點 我希望說 檢驗的 當然包括農委會 也包括衛生署 你們要去協調 來協助 所以這個部分 真正的 在這個時間裡面 比較能夠有效的來幫助我們農民 所以